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今天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位近期非常热门的职业 手持指挥棒的音乐家,威克尔 威克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业 虽然他身为法级职业,但完全不能使用魔法 而且是唯一只能使用一把武器的职业 好,我们进入正题 威克尔拥有三只召唤兽 每只召唤兽对应不同攻击模式 比如说,freighton对应远距离攻击 warfen对应近距离攻击 marmelor对应防御与反击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职业技能 techare是召唤兽的职业格技能 当召唤兽攻击时能叠加相应的职业格 marmelor则是透过格党来叠加他的职业格 freightonunison是freighton和warfen的组合技 marmelorstrike当成功格党使marmelor的职业格会开始叠加 让marmelor拥有攻击方式 marmelorstrikereasing让marmelorstrike拥有最终功能 travelcraftmarking击中敌人后会使敌人进入标记状态 从而提高PA的伤害 travelcraftiniction对拥有标记的敌人使用长按普通攻击会引爆标记 familiaracid引爆标记时会产生召唤兽蚊杂 familiaracidamplified当再次使用familiaracid时可以叠加职业格 hotmarmelorparry可以在不打断攻击的情况下进行格党 冷却时间为10秒 hotmarmelorparryshortrecast 没成功使用hotmarmelorparry时可以减短冷却时间 tagparrycounter 成功使用武器动作格党后接上普通攻击能产生反击 tackbarrycounter PP gain当成功使用武器动作格党成功时能恢复PP LinearDry当使用PP后出现止光接上普攻可以前后快速移动 LinearDryonemore当使用LinearDry后可以再次使用LinearDry call againppsafe当召唤兽的G7格回0时将会在一定时间内降低该召唤兽PA的PP消耗 old friend rescue 收到最大HP一定百分比伤害时有几率恢复HP refermanagement 当HP低于一定的百分比时会降低受到的伤害同时提升恢复药的效果 restar effect continuous 当使用恢复药时恢复量会减少但HP会持续恢复一段时间 Lucky sign有一定的几率不需要消耗回复药和复活药 接着下来介绍的是维格的苦攻和PA 苦攻方面是对定点远距离攻击 长按的话是对定点进行引爆 Breden Brave 在附近召唤Breden并向前发射三枚破散子弹 长按的话是自动锁定范围内的敌人并发射追踪弹 Breden Riding 跳起来召唤Breden并向前发射一枚三重攻击的子弹 长按可以骑上Breden释放时向前冲击 长按时PP不会减少并且高度会逐渐降低 Waffern Demolation 召唤Waffern进行两段攻击 长按的话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召唤Waffern进行一段攻击并且造成圆环 第二段是以Waffern为中心产生冲击波 Waffern Demolation 召唤Waffern向前进行一段冲刺以及上勾拳 长按的话是继续向前进行一系列的攻击 武器动作的话是用Mamello来进行格挡 长按的话是用Mamello来进行攻击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战斗要点 组合剂的运用 组合剂需要Freden和Waffern的PA来各自累积一层巨细格才能使用 长按PA会比较容易累积巨细格 Family Assist的运用 使用PA让敌人附有印记后长按普攻将其引爆来恢复PP 并且透过召唤兽文章来累积巨细格 文章与巨细格都是以最后使用的召唤兽为准 再来是Mamello Strike的运用 成功格挡后使用Mamello Strike来进行反击 能造成不错的伤害以及恢复PP 接着下来我提供几个战斗方式供大家参考 对Boss 3远距离使用Freden Raiding 近距离使用Waffern Raid 巨细格技能好了就开来弥补火力的不足以及灰蓝 全体战的话远距离使用长按Breden Raid来进行多个目标攻击 近距离的话使用普通的Waffern Raid 从事后使用Waffern Emulation来进行范围攻击 接着下来是我推荐的职业组合 FO会推荐这个职业的原因是因为 Add-on Skill的主效果以及他的职业技能 PP Convert 使用HP来换取更快的PP回复速度 PP Convert Increase 增加PP Convert使用的次数 PP Recovery提高PP的回复速度 Q-Link PP Game 附近有敌人死亡时会回复PP 武器方面我个人觉得指挥棒不怎么需要混合 接着下来我们说一说Waker的优缺点 优点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职业 缺点操作非常繁琐 好跟大家来个总结 指挥棒是Waker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 正确使用召唤兽的重要性 因为不同的召唤兽会对应不同的动作 具体格是根据不同的召唤兽来累积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补充 都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